真是毫无头绪 李大都料 你这是在做工吗 我在思考啊 那你也给我个玩物 让我也思考思考 你自己选吧 这个 便是于师傅曾经跟我们提及的小木马 是 他这个刀工跟你的风格迥异 少了一丝灵力又多了几分柔润 却也功力十足 看来伯父也是个神功巧匠 这位神功巧匠 等了你上午你都不愿大驾功力 看来还是你更有气盘 阴阳怪气 怎么提起此事就啰里巴缩 无休无止了呢 因为直到此刻 我还一直蒙在鼓里 那你就一直蒙在鼓里吧 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什么态度 也不看看你对我是什么态度 我的态度难道不是取决于你吗 那我什么时候让你凶我了 凶你 你自然忘了一杆二将 之前从成员节到现在 总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此刻难道我也凶神恶煞吗 那你难道现在是甜言蜜语吗 我听不出来 明明是你有事瞒着我在线 现在却倒打一耙 还有功力可言吗 那你就按你的功力去说好了 我不在乎 好我不与你生成公司分明 我不与你生成公司分明 我听不出来 我听不去 那你怎会说